对,四方钱,不要缩出去 敲敲的敲敲的,不要告诉太后 PZL对阵FL 这把纪录员难打呀 这纪录员想打这套阵容 抓人难抓 待会野人拱你,棒子打你 先知这心里,特别这心里皮糙肉厚 打四刀 我觉得这把纪录员有点难 真有点难 穷者这边不犯病,不失误 你很难想象这个局他怎么来打 你抓古董商,古董商自爆能力又强 还有先知的鸟,带了个金身 洗板子 就等到古董商棍子用完,先知鸟交完 应该三台机有了,一刀,鸟给上来 这只鸟等于说是没什么用的 这只鸟约等于没用 然后这边第一刀能不能起 飞轮也交了,回升一棍 好的,四秒止鸽 那这样的话进板子了 进板子看记录 再回升一桶,金身一刀 好的,这个金身刀闪现用 但这刀打上你还得看第二刀 还得看第二刀 刚才这只鸟那真的有点可惜 就这种局,单刀型监管者 这只鸟是价值千金的 这只鸟给上跟没给上 那对于穷者来讲就是两个局 对吧,优势局跟劣势局都可以说 这边他野人过来保一手 滚 顶,没顶到,顶了个空气 那好了呀,你刚顶完人 怎么的 你的足CD能有多快 测波野人 有点亏啊 就你顶 他没顶到关键是什么 他没顶到这边古董上还倒了 他还没CD再来顶一波 突然感觉好像这边监管者有点机会了 但他们的记录员真的很喜欢用这个记录刀 用记录刀来打断你救人 打断你救人 但你打断一下 你这擦刀时间还是够久啊 感觉人还是能救下来的 嗯,虽然说穷者这边 感觉给了点机会吧 但局面呢 还不至于失控 还不至于失控 这边的话古董商 有心理学来保 你别说 其实还是能够再拖一拖 打一打的 机子的话倒确实是不够 这边封野人的密码机 核心的话 看这边的古董商 是应该队友给他翻了一个护臂 天哪 他们这个配合有点好的 而且运气有点好 这边翻了一个 相当来 在我看来的话是 那个什么好的道具了 对吧 有个字 现在不能讲 因为开着小黄车 广告法里面规定 这个字不能讲 你们懂我的意思吧 局上来讲呢 由于这波的一个宝人 然后古董商又翻了一个护臂 换抓 那局面完全不一样了呀 这局面完全不一样了 只是因为就中间那波 确实对穷者来讲太亏了 所以说现在的话呢 本来是穷者应该是一个小猎 然后呢 这波换抓呢 打成了一个军事啊 他还没有到 还没到优势 他还没有到优势 如果说野人 待会儿救完人以后 因为这边野人 就记录到 这边的话是先知过来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这边先知过来 说不定还得还能吸个鸟呢 野人顶一手 好的 这波顶开的话 心理圈拉开了一个非常大的身位 这个身位拉开以后 底牌切传送来找古董商 但很不好意思 我这边有个护臂 没想到吧 老师 这波护臂 这这这这 还好这个状态不好 不满 这要是个满状态传下去 那波心里一凉 这没了呀 骑板子一刀带走 哎 这怎么停了一下呀 他飞轮交了 你不应该吧 这你飞轮交了以后 他停在那边 难道是想下板子吗 这个无效 我觉得打比赛了 这个无效应该是指导的吧 再用记录刀 哦 他们这个记录刀会不会是第一波打上了 就我卡你血线 然后第二波 这不让你救人未来救第二波 先知来 密码机的话还差最后一台 野人也来 这边的话先知救人吗 先知野人 反正先知吃刀会好一点 我觉得先知吃刀会好一点 野人吃了 也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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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人吃了呢 先知就去帮帮保吧 这先知能吸出鸟吗 不对 我刚好说错了 应该野人吃刀会更好一点吧 野人吃刀的话 这边全员在场 先知吃刀的话 还没人帮忙扛野人只能骑猪 这边的话顶 顶在了刀器上 这边封密码机 外面的话心理学家一个人是肯定修不完这个机子的 这边抓先知 先知交飞轮 再一刀 先知顶鸟 我去 这只鸟是瞬间吸好瞬间交啊 但是这边保活了一个心理学家 保活了一个心理学家 一个上话飞的心理椅子 这边被保活了 那穷者还能打 还能打 再残兽 不得不说 这边的这个纪录员打的还是买 买那个什么的 刚刚说错了 不是上挂飞的心理啊 今天怎么说嘴巴老说错 是那个上挂飞的古董商保活了 那现在的话 心理学家这边是属于一个二挂 压住了遗产机 你别说啊 他这两波传送其实打的蛮好的 打着打着打着 你发现没有 球者那边被炸干了 被炸干了 他们这边如果说状态不好过来 这个仙女学家一定被挂飞 他们如果想强打 你就算打下来了 你这个密码机也修不完 所以这个心理只能放弃 这个心理放弃以后 这外面古董商是个上挂飞 这个野人是过上过挂的 这仙师刚叫完鸟 也没有鸟 这个野人的猪已经用了好几次了 这算下来的话 这要四杀呀 这个局其实打到这个局面 已经四杀了 虽然说我中间说错了一点东西 但是我这个结论 就四杀了 一个都走不了 你们信我 评不了 放心各位 对 我看到一条弹幕 真的 肯定赢 稳稳的赢 怎么评 你拿什么去跟这个人评 拿什么去跟基罗人评 你外面 上挂飞的上挂飞 状态不好的不好 先知你能吸出个点吗 现在写个剧本的话 你得什么 这边古董商得再翻出个道具什么的 打不了 这边死抓古董商呢 两刀 死抓古董商两刀 密码机能不能开 如果能开的话 有机会能跑一个 密码机开不了呢 就一个都跑不了 这局在我们平常的观战当中也好 在我们大陆赛区的比赛当中也好 其实蛮少看到的 诶 他怎么放弃了那边的古董商啊 然后来抓这边先知 这先知是唯一一个没伤过挂的 这还把传送交了 这先知 没上过过啊 这还能吸鸟 这先知飞轮 一刀 大哥你这传送交了呀 挂先知 也能中场压一手吗 两个人强行开门了 这首传送我也是有点没想到的 这首传送我也是有点没想到的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